今次介紹辣酒煮花蘿 花蘿回來洗乾淨 出水 滾水 輕輕灑一灑 灑到漾 有一兩隻脫掉就可以了 撈起 沾一沾冷水 沖一沖水 撈回冷水 先浸泡 備用 這樣 攪拌一下 先讓它脫掉 如果有一兩隻脫掉就可以了 現在還沒脫掉 就這樣用水可以的 那回來怎麼洗呢 呃 如果有時間就用一點鹽水 浸它一會兒 就是很稀的鹽水 就是水油水 開兩茶匙鹽水 很淡的鹽水,不要太鹹 千萬不要太鹹 太鹹就可以了 醃一會兒,讓它吐散 看是否吐不吐 如果是拿乾淨就不用吐 讓它吐出一些髒東西 通常我喜歡放在不鏽鋼烤 放水流水浸 放兩茶匙鹽 一頭半個小時 不要太久 看下去 都會死,如果死了 整鍋瓶滑 浸一兩個小時 或者浸一個多小時 一鐘頭看看,或者換一下水 中途可以換一下水 中途可以換一下水 再 放一點鹽水,再浸 讓它吐出一些髒東西 不停洗,沖一下 現在用來飛水 現在差不多可以了 用來洗乾淨 用來洗乾淨 撕掉染 把染都撕掉 避涌 花蘿出了水,洗乾淨 如果懂得洗的人 花蘿 這個位置 會有些黑色的東西 如果你有心機就擦掉它 用來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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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乾淨 是最完美的 就是花蘿的位置 用來洗乾淨 用來洗乾淨 這個位置 是花蘿 排泄物的位置 大家說一下 聊聊天 我洗了之後,浸水 不停換了幾次水 讓裡面的髒東西 再流出 一飛水 就不要飛太熟 一脫染就可以了 自己撕開染 洗乾淨 洗乾淨 浸一浸 換水 把髒東西去掉 就會說到尿頭 蒜蓉 乾蔥頭 薑米 不是薑粒 是薑米 即是把薑絲 再切成粒 你可能有些 М takes care of sea 你就拿刀去切去切 切去把它 醬料有 我自己自製的麻辣醬 不過沒有介紹 應該在YouTube 沒有介紹 我自己Facebook有說 这次是加强版的 本来我之前是买银铃剂用的 我买完之后 差不多买了一年多 我买完之后用了一次 我当堂 放在这里 那些不说了 我觉得铃剂 未弱了 不知为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用沙爹酱 或者豆瓣酱 用豆瓣酱代替 豆瓣酱代替 如果没有麻辣 我说我不吃麻辣 你用豆瓣酱代替 香叶 我想加少许厚酱 让酱料的味道 层次复杂 可以不加的 自己喜欢加什么就加什么 没什么所谓 哇 辣酒花螺 其实是多余的 我觉得 根本就是 以前在庙街上演变出来的 那些沙爹花螺 加些辣 那些田螺 不知哪些东西 又是指的名字 辣酒 酵酒 随便用酵酒 这些东西都挺好用的 这些东西挺好用的 我试过喝过都可以 今天看到我再浸 吃醉鸡 我明天请客 那么 加强版 跟你见那些又不同了 我又改良了 我每次做事不停地改良 即是很难 譬如我 做一次我改良一次 做一次我改良一次 我喜欢不停地 我喜欢不停地变 好好干热 我更加热 炒烤薯 火锅 烤焰不完 哦 també烤火锅 烤焰火锅 就是 Boulder 焰石 紅蔥頭 這些乾蔥頭 放大一點,比較好一點 月桂葉,放進去 放兩三塊 兩三塊 買好小的牌子 買大包的,沒味道 曬起 胡椒粒 拿去爆了 白胡椒粒 有錄影 不,因為不記得按仔 自然自愈 今天很大風 因為我沒有關廚房門 我現在很爽 因為在打風 一號還是三號 爆一爆 乾辣椒也不用 浪費 爆香 好像不夠油 我真的不想太多油 再放少許油 其實這個也有很多油 沙爹醬 多一點也不怕 我的硬碗 半硬碗 我到時都放進去 沙爹醬 爆香乾料之後 沙爹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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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的爆 開小火 推一下醬 這樣才會香 如果這樣放進去 可以 但是醬 沒有那麼香 醬爆 不停爆一下 不停爆一下 不是煮到兩煮 因為它裡面 通常大部分醬料 都是用裡面有黃豆的成分 很快焦 開小火 不用爆太多 這個東西 打太乾就 不香 爆到少許金黃 我先放少許醋後 一點點 我放了我這個沙爹醬 什麼牌子也無所謂 這個我隨便買 我那次可以做沙爹魚蛋 用剩 我喜歡用不同的醬來撕 因為這個 淘大的沙爹醬 有大地魚的成分 有蝦米的成分 有魚香味 有魚香味 不要太多 我的麻醬很辣 你不要 只是說 你不要嘗嘗 你不要嘗嘗 這個紅色油 不是顏色素 我是用辣椒粉 慢慢熬出來 就是炸出來 不要太多 太多 我怕辣 但是不辣又不好吃 是不是 這樣 這些鍋多好用 打不穿 現在我一直小火 不然再開大火 現在可以推漲 如果不夠 可以再加 辣度 紅油 不夠 也可以再加 紅油 我當然不會加 那些 難道買一瓶感見 紅油加嗎 我當然用我自己的紅油 我這些紅油 真材料 即是 Facebook 看過我推的 就知道了 這個我想 不說了 再說 好吹的 好水的 大家不喜歡聽 那 這些花螺 買小粒是好吃的 爽滑 爽滑 你可以買大粒 凡風螺 可以 用東風螺 可以 但 從中風螺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沒那麼好 那 有酒 什麽 酒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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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一些就可以了 真的 你省下 多一點也不怕 煮一煮 等酒精揮發 哇,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麻辣醬很厲害 我拿一拿去用滾水 其實都 少許糖 糖和乳露 已經完成了 什麼味精不用給 如果你做廚房就知道 你做中菜 你不下味精,你不會煮的 你站在那裡 如果做過中菜出身的那些 或者做過廚房出身 我想 茶餐廳 我知道有些 有些行家會看的 我感覺到 他不懂 我不知道 有些回家煮菜 真的叫媽媽去買包味精才能煮 他煮不到 或者買 加热排雞粉 他不懂煮的 站在那裡 他不懂下味道 因為我也會經過這個經歷 我也經過這個經歷 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不需要了 其實 你給味精我反而多餘 多了釀味 我不知道怎樣做 給我 因為 廚房有一個 壁柱 不要說什麼 我現在在那裡滾 先吹水 他就是講蒜頭 我們只講蒜頭 我蒜頭 撕完衣 輕輕沖沖 吸乾水 然後拍一拍 在那裡 有膠質的 蒜頭很香 只講蒜頭 廚房是怎樣做呢 廚房是拿去攪拌機 打的 有些是用攪拌機 打的 下水去打的 打了 隔水 然後 用泥水機 然後蒜頭 雪到冰箱裡 慢慢用 有些是浸油的 有些酒樓是浸油的 但都是 拿去攪拌機 有些攪碎肉的機 攪到一坨 然後把蒜頭汁都拿出來 我們這些 只是講蒜頭 我們這些原汁原利的 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研究一下 就是這樣 你酒樓已經是做不到 你酒樓是做不到的 一定做不到 還有你的蒜頭是交回來的 那你交回來的蒜頭 我也有講 那你知不知道 那你交回來的蒜頭 是怎樣幫你撕衣 怎樣去衣 加一點水 那我當然 我不知道現在怎樣做 我以前認識的 這些傳聞 我真的沒有做過 我認識過 菜佬在那裡聊 因為有些人知道 他把蒜頭 都丟到水 一連衣 連成成舊 這樣成舊 扔到水浸 浸過夜 就穿了水鞋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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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蒜頭皮 那些蒜頭 就淋了水 稱給你們叫蒜肉 蒜肉 酒樓膠那些叫蒜肉 蒜肉 蒜肉 即是蒜頭肉 即是不要衣的 叫蒜肉 那些蒜頭已經沒有了味 還要讓你那些大哥 在那裡 在那裡搞 那麼多蒜頭 真的沒有什麼味 這是真的 首先你要知道 他完全知道 他的來龍去脈 如果做得久 廚房 我才知道 如果你在做廚房 對不起 如果你在做生意 那些 可能我會有些得罪你們 那一聲對不起 那你可能要改良一下 即是要改良一下自己的做法 即是你要 經常想起 幾十年前那一套 酒樓 還在教一些 什麼中華廚藝那些 還在教一些 奇隆單塊 奇隆什麼 哇 不要玩了 這麼老套 還夾著一塊金華火腿 在那裡吃 即是你鑽一些新的東西 還在那裡靚 還在那裡 什麼鯪魚養肚 哪個吃 鯪魚又腥又腥 對吧 你可以改良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我不是固埋 你保留舊東西是對的 但我覺得 你要進化 那我就不說了 再說回 即是說過蒜頭 他們那些乾蔥頭 都是這樣浸水 這樣來膠 它們都撕掉了 走流離那些 所以它們去不了那個味道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好辣 我先試一下 其實夠鹹的 鹹也夠 再說一下 給你 白砂糖 這叫黃砂糖 買的時候 看到原蔗糖 即是沒有經典提煉的 少了漂白程度 不是由白砂糖轉化成砂糖 大家都懂得懂 因為我多口說一句 我都是汁人口水味 加點糖 就完成了 就是加糖 你的醬料都很鹹 廚厚醬有鹹 沙爹醬本身都有味 又鹹 這樣煮完之後 這樣煮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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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煮 就放在碗裡 不要馬上吃 煮好了 我關火了 就用這些醬汁 浸著它 最好浸一晚 譬如現在下午 我明天吃 明天請客 我就浸一晚 明天放冷 就放冰箱 明天翻熱吃 哇 非常好 我覺得紅油也夠了 醬汁夠了 剛剛好 浸著螺子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要給味精 我真的不懂 你叫我給點味精 我覺得雞精都很鹹 味精都是鹹的 我真的覺得 給了我怎麼辦 我都不知道 怎麼搞 我現在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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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味精 那 多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 如果做食事 當然不同 對不對 你不可以每樣 用手刮嗎 哥哥玩東西嗎 那沒辦法了 他們真的要加味精 因為他們很多東西交來 都要 程序是不同了 不再多說 免得了 我也有很多老友 還在做酒樓 還在做廚房 茶餐廳到自己開檔 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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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了